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沒想過這麼快又會再拍新玩意化妝品 Get Ready With Me 我有想過好不好隔多一段時間才拍 但是到時在我心目中 他們就不再是新玩意 那種新鮮感用起來興奮的程度 都會不一樣的 所以都是趕快開機拍了 今天臉上這個妝跟平時有一點點不同 不再是大地色系 也不是橙橙啡啡的眼影 有一點紫紅色 然後都比較鮮艷 如果你也想知道我最近又買了什麼新的化妝品 用了什麼在臉上呢 我們現在又由素顏開始了 又回來這個樣子 雖然不能出去做Facial 但是自覺素顏皮膚保持得不錯 不要管沒得救的黑眼圈部分 我覺得最近皮膚是很飽滿 很平滑 很穩定的整個狀態 隱形眼鏡方面 今天有一點新意 雖然都是韓國 但是不是O-Lens的了 買它的原因就是 看到官方示範圖效果很通透 裡面有不同的顏色 不只是啡色 很幻彩的感覺 但是戴上眼後 我覺得是跟樣子一樣的 我看上去是沒什麼精神 不是那麼通透的 戴完Color Cone之後 今天我就會塗Base的 因為天氣實在太乾太冷了 要先打打底 這一支Laura Mercier 我很喜歡的質地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完全泵不到又擠不到 我要倒出來用才行 有沒有朋友有同一個情況出現 它的質地是偏奶狀的 但是很容易推開 它完全不會潔塌塌 我倒到手都紅了 推開之後沒有任何提亮 或者調色 但是你會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光澤 還有感受到它的滋潤感 遮黑眼圈我也是用Tarte的 但是今天有一點點不同 我想用一支遮瑕掃去上 來自Rare Beauty 我看到很多人都說很好用 就買來試一下 今天的份量比平時用美妝蛋已經少了 現在掃開它不容易有掃痕的 都蠻好 蠻默的毛 蠻舒服 一點都不吉 跟美妝蛋比較的話 用遮瑕掃的時候 遮瑕會高一點 但是你要拿捏一下用的份量 畫的角度和力度 因為我都用了三至五次才慢慢掌握得到 所以以User Friendly來計 一定是美妝蛋的 拍開它就會均勻 但是遮瑕度低一點 和我一樣是這種重度黑眼圈的話 都可以試一下 然後會上粉底 今天會用的是 Shara Tilbury Beautiful Skin Foundation 它雖然是牙膏妝 但是有折頭是非常方便的 質地方面是稠一點 你看到不算很流質的 拍開的時候 你都會感覺到它是有一點厚度 兩三年前我用Magic Foundation的時候 買七號色 然後今次我就買六號色 它比我的膚色還深 我沒有想過自己白了那麼多 我第一次買錯色 但是有開心的感覺 無論是質地或者是妝效 我都會覺得它是介乎 U Magic Foundation 和Light Wonder Foundation中間的 它有一點厚度 一點黏 現在這個天氣我是很喜歡 但是去到轉季 或者夏天就要再試了 因為它也是有一點點滋潤感的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白了那麼多 現在塗完粉底之後 反而整個人 反而暗了 整個人 眼底專用碎粉出場 近鏡給大家看一下 你上的時候 完全不覺得上了一層粉在上面 然後我終於找回Lars的碎粉餅了 一開始我不知道它是碎粉 想了很久 裡面硬滑滑 是什麼來的 原來它是完全不會飛粉的碎粉餅 很薄很細 又是完全沒有任何火粒感 有一點光澤的碎粉 我用它們的碎粉泡來回拿粉 它有一點壓低了粉底的光澤 但是不是完全死無感 幾個月沒有修眉之後 現在這裡好像金魚尾一樣散開了 怎麼辦 什麼時候才熬到四月尾 鼻影和陰影我今天會用CAMMAKE的04號色 我覺得它的色有點像Omega 算是便宜的代替版 它也是偏自然的 大家不需要怕一落筆就已經很重手那種 眼影是Huda Beauty的Knotty 這一盒很多顏色我都不捨得碰的 有花紋那幾格實在太漂亮了 到現在還是供奉階段 還未捨得摸 所以試色我都是試一些正式給大家看 試了霧面的顏色 哇飽和的 也是很滑 完全不會摸到有任何的粉感 摸下去就沒有任何星沙感 但是看上去那個閃度其實很漂亮 對上光之後 大家就會看到它的光澤感真的很強 為什麼我會對這盤眼影愛不釋手 就是這個原因 它的牙色是非常非常滑的 眼妝的步驟其實跟平時差不多 所以我就不特別去說了 大家都知道我化妝沒什麼技巧 但是這樣都容易做到一個漸層 是焗眼影的厲害 不是我的厲害 然後加上這個閃度 大家看到嗎 一上去之後 整個眼妝都立即變成幻彩的感覺 這個彩度 這個閃度 是歐美眼影才能做到的 我最近用回Dolly Wink 一直以來我都是用一下停一下 其實很喜歡它的 耐霧用就會掛著它 它的捲曲到持久度都不錯 而且很輕身 眼妝那麼濃 我們胭脂就用回淡一點 這個是Laura Mercier的Ginger 它是有一點偏橫桃色的類型 Laura Mercier的胭脂 我之前介紹過Try 它的粉質是非常粉霧 我很喜歡 完全沒有界線感 但是我喜歡Try多一點的原因 就是它像一個日曬的顏色 比較健康 比較陽光 比較有活力 如果你是白皮膚女仔 你就應該會喜歡Ginger多一點 如果跟我平時一樣 都是健康膚色一點 可能你會喜歡Try多一點 打亮方面 今天我們會用Fenty Beauty 這個比較偏金色的 這一邊掃黑lighter的效果 是更浮誇的 看看這裡的光 沒有辦法 這個窗在這邊 唇膏是Chanel的Rouge Alert 74號色 早陣子不見了它 我的心很慌 終於找得回了 吳顯唇紋很薄身 很舒服 也很持久的 這一款 妝就化完了 其實一會兒 我沒有地方去的 關機之後就會下妝 我想很多朋友 最近同樣 都經常留在家 很少機會化妝 看自己素顏 看得很麻煩 所以拍這條影片 不是想燒大家 反而是自己不能化妝 有得看別人化妝 都會開心一點的感覺 希望疫情快點好 好想染髮 修眉弄指甲 按摩 做Facial 總之一切回復正常就好了 這段時間 自己有機會美麗的時候 就化妝美一下 希望今天這條影片 大家都會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 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的就三點 同時四日的就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其實我不是很習慣自己用 非大地式的眼影 覺得一上妝之後 整個人很惹艷 但是今天上完妝 就下妝 大膽一點 真的會用力 用下去 不知道你們覺得怎樣 沒什麼技巧 純粹玩一下化妝品